除了贸易跟科技之外 中美双方其实在军事方面有更多潜在的冲突点 尤其一个新的战场是在中东 首先在美军方面 11号开始他们从叙利亚开始进行撤军 不过在此同时 美国的国务卿则密集地走访了中东各国 一再强调美国绝对不会从中东撤退 理由正是美国不愿意其他的大国势力介入 同时也要维护自己盟友的利益 美国在中东目前最重要的盟友谁 很显然的沙烏地阿拉伯 而沙烏地阿拉伯的死力是谁 伊朗 因此华尔街日报的网站在1月13号特别报道说 就在去年10月 美国白宫曾经要求美国国防部提出一套方案 一旦要进攻或者是侵略伊朗的时候 如何的开战 开战的步骤策略或是什么 伊朗方面得知之后 立刻发出警告说 如果美国真这样干的话 伊朗会摧毁所有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随后伊朗立刻展开了一项两天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美国在中东究竟目前势力多少 我们给您看一处在卡达刚刚完成的重大的军事基地 在中国大陆的眼中 这个基地更蕴含着美国在中东的巨大的一个控制的野心 跟它的势力的存在 这个基地究竟目标为何 它未来能不能够发动真的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呢 我们看看下面中美双方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冲突势力的发展 美国空军最具威力的B1B枪击兵战略轰炸机才刚升空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 随即降落在这个号称波斯湾地区最长近四公里的跑道 这里是位于卡达首都杜哈西南35公里 占地260公顷的乌戴德空军基地 这是当今美国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 基地内最多可容纳120架军机 随着美国战机缓缓升空 基地的全貌逐渐清晰 从空中俯瞰战机列队戒备相当壮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基地除了黄土满布 一个个长方形军营 数量之多更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的美国驻军高达一万三千人 士兵忙着装载发射器检修大型军机 这里的军力部署是因应惊涛骇浪的中东局势 也是美军对抗ISIS的重要据点 为何如此重要地理位置透露端倪 他所在地前置波斯湾与伊朗海岸线 只有240公里 美军战斗机从基地出发 10分钟就可抵达战略位置 充满军事机密的基地内部 鲜少有媒体能进入直击 美国电视台曾在美军 歼面ISIS作战时 首度进入雾带的基地内部 作战指挥中心前方三个巨大投射萤幕上 同时监控入空状态 绿色飞机图样标示出美军和盟军战机 蓝色则是商用客机 就连陆地上的车辆动向 也能清晰可见 1996年起卡达修建乌带德空军基地 2003年美军便将中东基地 由沙奥地阿拉伯移到这里 身处中东动荡情势 卡达至今已投入80亿美金 除了乌带德 美军在邻近区域 还有一处重要据点 那就是吉布地海军基地 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地海军基地 名义上是协助美军打击索马利亚海盗 但实际上却掐住红海耶喉 此处可卸载美军最大最重的 CH-53E重型直升机 常规驻军约有4000人 美军在此除了勤艘和军事训练外 为打击恐怖分子成立的非洲之角 联合特种部队 司令部也设立在此 乌带德加上吉布地 一前一后控制整个阿拉伯半岛 美军部署用意不言可遇 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抗衡伊朗 在卡塔尔这个乌带德 有可能作为中央司令部的前沿司令部存在 所以他会统一 从一个中枢头脑这样一个分量 有能力发展核武的伊朗 一直被美国视为眼中钉 更是华府盟友 沙奥地阿拉伯的死对头 乌带德加上吉布地 宛如在伊朗背后插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其八天的中东八国之旅 密集访问行程 也是为了伊朗 坦克深入战区 前方机关枪毫不留情密集射击 火炮连续发射分秒未曾停歇 爆炸声响趁云霄 叙利亚对抗ISIS伊斯兰国最前线 到处断缘残壁 根本没有完整建筑物 民兵全副武装高度警戒 战事还在持续 但美军却不顾一切开始撤退 川普决定将美军撤出叙利亚 形成全力真空 伊朗可能趁虚而入 成为中东新霸主 沙奥地更是寝食难安 蓬佩奥的中东之行 一路走访约旦 埃及 卡达 沙奥地 阿拉伯等八国 会见各国领导人 释出美国并未离开中东的讯息 我认为世界会看到 我们一起来 是一个巨大的共同 领导在建立的平革和平革 在中东西 抵达卡达的重要任务 就是签署备忘录 扩建并改造美军乌带的空军基地 将阿拉伯半岛纳入严密的防卫领域 在埃及演讲时 直指欧巴马放弃中东地区 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张 却忽略川普撤军 根本就是冲到覆辙 结束约旦行程后 突然访问巴格达 和伊拉克总统会面 借以安抚去年 耶诞节川普无预警 慰绕注意美军 却没有会晤任何 伊国官员的失礼 希望联手共同对付 无所不在的威胁 邻国伊朗 去年9月 伊朗民兵诞席 美国驻伊拉克使馆 美国国安团队 当时就警告伊朗 若再伤害美国人民和盟军 将会招致惨痛代价 就是对伊朗发动攻击 美军撤出叙利亚 从外交到军事 引发连锁效应 让中东美军基地 成为各界瞩目焦点 也让美国与伊朗的对立 赤裸裸地扶上台面 成为区域安全局势 不稳定的变数